我們都會說這個顧客至上 那CVS的顧客對於電方這一個決定又是怎麼看呢 我們請新島記者劉如先帶我們去看一看 大部分來CVS購物的民眾 讚許這一項停售煙草的舉措 但也有民眾對此不以為然 美國衛生部長貝西柳斯贊許CVS的決定 並指出全美每天有3200名18歲以下的青少年開始抽菸 其中700人將變成菸名 意味著現在的兒童中 560萬人將死於同抽菸相關的疾病 CVS也有數據顯示 十分之九的肺癌是由吸菸引起 全美每年約有48萬人死於吸菸 全國現有1600萬人至少患有一種由吸菸引發的疾病 有大約4400萬成年人吸菸 然而此局也將使CVS2014年營收減少大約20億美元 星島記者 劉如謙報道 我們有1個月的心情 我們有2個月的心情 我們有1個月的心情 我們有1個月的心情